来关注国内最新疫情 连续5天下降后 我国昨天的确诊数字 再回升到2万宗大关 同报21483宗新病例 昨天再有73名患者染疫病逝 根据备生部COVID-19网站的数据 昨天新增的2万多宗病例当中 取栏额占最多 新增7452宗 吉隆坡排在第二 新增3433宗 沙拉越以1547宗 位居第三 昨天有73名患者病逝 其中25人送院前死亡 霹雳新增最多死亡病例 共有19人 目前有339人在家户病房治疗 209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昨天有32561人康复 全国基本传染数是0.91 沙拉越最高1.01